两岸餐饮产业江流频繁 大陆各省的特色美食 在台湾也能吃得到 这种源自于江西的瓦罐汤 一探到底 要炖煮十个小时 才能熬出鲜甜高汤 老板取经大陆改良熬汤的方式 也结合了台湾牛肉面 结果好手艺大受欢迎 小店还红到香港去 来 清炖牛肉面 午餐时刻小面馆人气滚滚 牛肉面上桌 汤头滋味抢尽风头 全部都是用食材的原味熬出来的 所以汤口就是非常的甘甜 肉很嫩 炖了已经入口即化 这碗面点高汤看似清清淡淡 绝对卷浓酷肉香 因为小小鱼旺汤要端上桌 得花上十小时为主 我在大陆有吃过这样的汤口 后来没想到台湾也有这种汤口 真的是很有特色 那个风味不会跑掉 它是在里面加热 然后整个密封罐加热的 因为它是陶翁 陶翁里面它聚热性里面 它不会像我们一般的钢铁翁里面 快速热 快速冷却 老板曾德比从江西进口陶瓷翁 排出炖汤阵仗 红枣枸当归 投进他人生的聚宝盆里 这种东西不能随便 多少斤两就是多少斤两 那种东西里面一开始测试好了以后 因为我们要保持每一种汤的 那个浓淡度都一样 因为它是分开煮 它不是一起煮 每天喊堂堂水水为伍的他 年轻时从事土地开发 钱来得快 去得更快 曾德比一度浪荡江湖误入歧途 周年觉悟回归脚踏实地的生活 一切从零开始 浪费了十几二十年 前面岁月荒唐那么久 那人生在世剩下没几年了 做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汤业吧 过去他到大陆旅游时 曾经喝过瓦罐汤 对全部汤头印象深刻 刚好哥哥有亲友熟悉这一门 炖汤技术 于是他取经大陆开启卖汤事业 大陆的汤跟我们台湾的汤 做法有点不一样 它工序上里面 大陆的汤它是拿生肉 生肉放直接分钟 那台湾人喝比较不习惯 比较养生 吃得清淡 所以这种工序上 我们有稍作改良 曾德比为了炖出不油腻的高汤 牛腩先汆烫过油 再加入姜片去煮腥味 煮好还要再分钟 分钟还要进去里面之间去煤制 所以我们的工序多了很多道 比较繁琐 也不是什么链 你久了就很熟了 一件事情做了一百次 一万次就变专家了 站在板凳用长棍端汤 把瓦罐汤放入一公尺深的大雾中 每个小动作都考验平衡感和耐心 手不留神 汤洒灌破是初学者必经历程 这种源自江西的炖汤制成 是利用木炭的稳定温度 慢慢逼出食材香气 一个大瓦缸一探刀底 装控火后 在炙热夏天成为艰难考验 内地人讲的九微九变 九肺九变 一个汤里面九个肺点 滚过九次 每一个阶段里面的味道都不一样 怎样之间要控制到 每一个汤头要一样 味道要一样 它就是要很精细的去做这些事情 要做用心的 否则你稍微一不留神 可能汤火就过了 大瓦缸分成三层 每层温度不同 真的比得让整个瓦缸的温度 维持在180度C 才能让三层瓦罐均均匀受热 一开始做生意 他把炖汤工作交给主族负责 但几乎没人受得了这份苦差事 7.11 7点洗床到11点收汤 人生每一个阶段不一样 那种钱好赚好花 我们做的比较实在 5块10块的状态 比较实在 找不到师傅 他只能自己摸索苦练 慢慢抓出诀窍 但台湾人不习惯把汤当主食 也让小店面一度惨淡惊盈 你比如说台湾里面来讲 吃一个正餐 说花掉100多块 那很多附汤啊 汤都是附的啊 它是等于是陪伴者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变成陪伴角色里面 它要变成主角了 问题来了 台湾人接受是怎样 它就会出现某一个 饮食食罐里面上的冲突 连续亏损一年多 真的比不服输 他改变菜单 把牛肉面结合瓦罐汤 创新菜色渐渐闯出知名度 还有香港人一喝经验 邀约他跨海展店 汤卖光光的时候 客人要点这一个汤一直点点不到的时候 会有一点骄傲 为了东山再起 真的比赴汤到火精进厨艺 尽管没有金山银山 日子回归平淡 却更能体会踏实生活中的回甘滋味